我們今天的第二個重點就在Dimition 那這個部分呢 各位以後你會接觸到包裝設計嘛 包裝設計也是視傳器很重要的課程之一 為什麼 因為以後 各位你在這個部分呢 也跟印刷啊 是不是有關 那平常如果你要做包裝設計 因為它是立體的 可是你在電腦上 你用Photoshop以拉推特 它基本上是平面的 你變成說你只能自己拉地方體 或是你要的形狀把它稍微模擬一下 但是呢 現在Adobe 推出了這個叫Dimition 那Dimition呢 基本上就是給平面設計師用的3D軟體 你知道平面設計師其實也蠻懶的 我講懶是因為它在 就是所謂的這種影像處理的技術上 軟體的技巧上 他不見得會追求那麼新那麼快 所以呢 要給平面設計師用3D軟體 基本上就是不能太難的 那這一套軟體呢 應該可以符合大家的需求 那你會用這一套呢 我也可以跟你講 你不會3D模型的建置沒關係 因為你只要丟一丟就有了 那未來呢 各位如果你是訂閱制的 就是這個Adobe的用戶的話 你從它的 剛剛我們不是有介紹一個FotoShare 3D的 那個上面的模型資源裡面 有一個是Adobe的 自己的 對不對 它上面其實也有蠻多免費的 當然也有付費的 就是你可以從上面直接把 可能你是要設計的 比如說這個盒子 這個包裝 有類似的 你就可以拿下來 可以直接用 那這樣子的話呢 你就省去了 你要自己做3D模型的一個麻煩 在這邊呢 我們先看一下 這裡老師有寫一篇文章 有跟大家稍微介紹一下 其實呢 因為Adobe現在 以前都只專注在哪裡 平面嘛 所以各位學過的FotoShare 以導推測 跟Indyline幾乎都在這一塊 但是呢 因為3D現在的應用 越來越多 越來越寬 而且怎麼樣 你平常生活就會看到 所以 除了我們介紹FotoShare 3D 像包括視訊動畫 Fest Effect Premiere 他們現在可能也都可以做一些3D的部分 尤其是AE的部分 它可以跟這個C4D做結合 另外呢 有一個叫Fuse7C 我看到同學現在在用 我們這邊有裝 這個是做人體的 做人體的 那 平面設計的就是叫Dimension 當然它也包含了VR部分 也包含VR部分 那這個是在2019年的 2018、2019的 就是就發表了 我印象中最早好像2017吧 慢慢的越來越好用一點 那麼目前來講的話 Adobe呢 除了它自己的產品外 它在前兩年也併購了一個叫Subton 3D 這樣的一個3D軟體 它有一個部分把它免費了 而且跟它做結合 就是我們Dimension做結合 叫SubtonSource 就是材質的部分 因為你可以發現 我們如果用Forexel3D 其實它的那個材質球 裡面的內容 是不是還是不多 對不對 那畢竟這一塊總 總是它不是我們Adobe的專長 所以它現在把這一塊訂購的時候呢 就放到Dimension裡面 讓你去免費使用 當然 這一套軟體 它本身還有其他的 還有其他的 就屬於就是另外付費 但是呢 在各位的一般的訂閱制裡面 Dimension有包含在裡面 這個部分就可以使用 我們待會會用到 它就可以更逼真 更逼真的去 把那個材質呈現出 OK 再來呢 因為呢 現在3D的互動也增加了 所以我們在Dimension裡面 其實也有一個 擴增實境的功能 AR 那這個部分呢 也就是說 你把包裝設計做好之後 以前是 我就看要哪一個角度 我就抓給你 對不對 現在不是了 現在你把 好像網頁一樣 你把它產生一個網址 那客戶呢 就直接上去 自己要看什麼角度 自己轉 那麼 他對於你的設計 就會更清楚 不用說 我覺得這裡怪怪的 還是哪裡 我沒有檢查到 你就可以 讓他自己翻一翻 那他有什麼問題 在跟你在線上 直接做討論 所以這個部分 現在也變得比較方便 限制呢 以後怎麼樣 因為疫情的關係嘛 大家現在不是很多 都在線上 對不對 很多的設計 你就可以像這樣 直接 去做 ok 這樣 經過這樣了解之後呢 我們 待會呢 就來看 兩段 夏榮慶老師的教學影片 這個 夏老師 他其實原本 是 Adobe的 那個 在台灣的 就是那個 經理 那以前 我剛開始學 Photoshop的一段時間的時候 也常常聽到他的 這個演講 那他現在退下來 就變成是YouTuber 所以如果你有興趣 他也有介紹了不少 就是有關於 Dimission的教訓 那我把這個部分 都放在我們教材裡面 有沒有 所以我們現在呢 就來看一看 他 跟大家介紹的這個Dimission 那你就會更了解 這個軟體 其實他 難不難 不難 但是他講得很清楚 你可以很清楚的看到 原來 以後你要做包裝設計 也可以這麼容易 這麼簡單 OK 那這段影片我就不錄了 我們就 直接清藏一下